李小龙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心中的武神 即使李小龙没有实战成绩 他们也相信李小龙很厉害 至少在同量级中是最厉害的 也有人认为李小龙打架一定是个杀手 那么李小龙的功夫到底有多厉害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跟李小龙一起拍戏的武师张永瀚的回忆中找到答案 现在说起张永瀚很少有观众认识 但他在巅峰时期是有机会去好莱坞的 张永瀚因从小身体不太好 父母就很早让他练武强身 1968年他报读少师男爵训练班 期间认识不同武术班底 如七小福中的红金宝与袁华 粉菊花门下的林郑英等等 他们会经常一起学功夫翻筋斗 1970年4月 在好莱坞 屡屡碰壁的李小龙带着李国豪反港省亲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美国收视平平的电视剧《清风霞》 却受到了香港观众的欢迎 李小龙这位曾经的童星 现在已然是他们眼中的好莱坞明星 电影巨头《邵氏公司》也对他抛出了橄榄枝 李小龙参观了邵氏的片场 也观看了罗列、王宇等人主演的功夫片 那种软手软脚的功夫片让李小龙不以为然 也更加坚定了他成为巨星的自信心 在这片场期间 李小龙还结识了洪金宝、张永瀚等人 那时候李小龙还穿上了邵氏的武打服装 跟洪金宝来了一场不一样的较量 没想到他没等洪金宝出招 李小龙就阿达一声 已经把脚抬到他的脸上 看到洪金宝吓坏了 赶紧把脚放了下来 1971年被邵氏拒绝的李小龙 在家和制片人刘亮华的邀请下 出演了唐山大兄和金武们 在准备拍摄唐山大兄时 李小龙亲自打电话邀请了张永瀚 那个时候张永瀚自己去泰国害怕出意外 就觉得应该要带几个龙虎武师一起去 不过家和要省钱 最后才带三个人去 分别是陈慧义、陈龙、林郑英 林郑英、陈慧义和陈龙 带三个人去 后来据张永瀚说 当年李小龙在泰国拍摄唐山大兄时 由于香港的武师不够用 就请来一些泰国武师拍戏 谁知这些泰国武师瞧不起李小龙 不相信李小龙会功夫 于是李小龙叫出两位泰国武师较量 结果李小龙两拳就抠了这两名武师 让一帮泰国武师都心服口服了 陈慧义也说过 唐山大兄那些所谓的泰国武师 全部都曾经在泰国打过拳 其中还有几个是拳王 全部是曾经是在泰国打过拳的 其实那些拳手有几个都是拳王 有几个拳王 1972年 在拍摄《京武门》时 李小龙用自创连环十三角 震惊了武馆在场的所有人 当时张永瀚说到 李小龙是第一位颠覆香港功夫电影的人 这时美国的华纳电影公司 看到如此爆火的李小龙 也坐不住了 让人到香港采访李小龙 佳和公司安排了一众武师 与李小龙演练 以往李小龙排练武打招式时 对手一定首选是陈龙 然而那天却突然对张永瀚大喝一声 阿瀚 Come on 话音未落 李小龙的脚离张永瀚的下巴还有半寸 便定住不动 丝毫没有碰到 事后张永瀚称 我连害怕都来不及 那时为了拍戏 张永瀚 陈龙等武师 每天和李小龙住在一起 每天陪着李小龙练功 张永瀚说 李小龙的训练器材很多 其中有一部静电机 是小龙哥专门强化肌肉的 抓住电加时 伴随着呲呲声 肌肉会不断跳动 当时陈龙就尝试了一下 谁知开关一开 便应声跌倒 见状 李小龙笑着说道 麻姑 有没搞错 最低强度都撑不住吗 张永瀚表示 以前拍戏讲究拳拳到肉 都是真打 容易受伤 但和李小龙拍戏不是真打 讲究走位 借位 和李小龙拍戏很安全 他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拳脚功夫 只要对手不随意走动 李小龙无论出拳还是踢腿 通常是从面前扫过 不会被打到 张永瀚还回忆 当年都说李小龙武功盖世 引来一些开武馆的师傅来挑战 一次一个师傅冒充武师来到片场 找李小龙挑战 一招挂彩 师傅不服气 不算 不算 我还没准备好 李小龙斜眼看着他说 谁打架还有准备 以此看来 李小龙的实战实力肯定是不弱的 虽然说李小龙没有打过擂台 但在70 80年代 美国的世界空手道冠军 几乎是李小龙的弟子 1964年到1965年 由麦克斯通统治 1966年到1967年 扎克罗里斯统治 1968年到1971年 乔刘易斯统治 这三个拳击世界冠军 都公认跟李小龙学习过 可以说李小龙的实战 可能不是世界第一 但他的舞蹈成就 绝对是世界第一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 进行点赞留言